大家好,我重瑜 目前標準因為DKDH沒有被砍的原因 所以平衡調整後環境快速凝固了 這一集我們就來講開放的龍木 有別於以往大家對於開放快到爆炸的暗木奇蹟木 以及慢到噁心的偷牌無雙 這是一套速度中偏快的卡組 應該也是第一套將龍完成快攻的神奇構組 擁有自己的強力制勝手段的同時 卡組還很便宜 不管是新手老手都很建議看完喔 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如果你已經看過我的爐石考古自傳卡等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片通知喔 首先來看卡組定位 這套卡組非常的神奇 你說他是快攻嗎? 可是他還帶了破木龍結場 你說他是中速嗎? 可是卡組內還有星火和時光龍 能做到30滴血的OTK斬殺 這是現在開放卡組的一種趨勢 就算是快攻也要有斬殺的能力 唯一不變的是卡組以龍為絕對的核心 手下總共17張 其中就有15張是龍 這都是為了確保怒西昂的角觸發 同時也能比普通暗幕更快觸發時光龍 既然提到了這兩張卡 其實怒西昂也是加速時光龍計算的關鍵 因為時光龍計算的是召喚的龍類 所以怒西昂的角召喚的幼龍也算數 再來卡組的法術也相當的重要 因為可以幫助邪龍祭師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卡 卡組裡面只有6種法術 有很高的機率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卡 這張祭師不需要特意留給星火 再看之下有兩張法術只能抽到龍類 但只要過牌夠快 也是會增加抽到星火的機率 可以看出來這套的構築非常的厲害 龍和法術的比例恰到好處 不會因為法術太多前期龍類觸發不穩 也不會因為手下過多而無法湊其星火 了解卡組的遊玩方式後 我們來看起手流牌 卡組本時讓依舊是快攻 所以起手流牌順著費用流 有1-1 有2-2 一之類推 並且把OTK組件全部丟掉 手上有龍類的情況下 邪龍祭師也能充當一費 因為像我這種非洲人 一旦把一費壞下去就很容易沒手下了 另外卡組的一費遠比二費來得更強 兩張一費手下也可以當作二費留下 T1拍一隻T2拍兩隻 這裡一定要注意龍類的效果是否觸發 如果右手沒有進龍 常常打出的第二張龍無法觸發 那就別打了吧 二費只有抽牌和聚合體會考慮 聚合體如果一費沒有種族就建議別流 如果被拖到了中期聚合體發現的龍會有作用 抽兩張龍可以同時抽當二費和三費的選擇 因為必定抽出一費龍能在T3立刻使用 有時候反而比T2打更好 因為T2打就是虧節奏 但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 抽兩張卡還是比空過更好 這套不是暗幕 二費點英雄能力很愚蠢 至於三費的部分 起手很少會去考慮這麼後面 如果起手給牌真的很好的話 三張三費都是能夠留下的 準時打出並觸發效果都很強 諾西昂的角我想多講一點 這張卡看起來很憨 推輸的時候也確實爛到不行 沒想到和這套卡組簡直是絕配 因為召喚兩個21的衝刺本身大概值2.5費 作物輪替召喚4個11還能配合屍體 雙齊雙子裸下偏虧 但是能配合笑斗 勉強可以接受 抽牌的話大概值0.5到1費 將兩個效果縫合在一起通常也是加費用 導致這張三費準時打出觸發節奏非常的棒 是面對快攻非常重要的卡 還有機會配合外科醫師 唯一的缺點是121的幼龍會汙染死者附身 但往好處想這個幼龍是衣費足夠便宜 講完起手 我想大家對於卡組內的一些選擇會有疑惑 首先最詭異的地方一定是單放一張的真炎樹盾 跟偏向快攻的龍比起來格格不入 也會讓人懷疑是否星火會差這一張 沒錯,確實就會差這一張 後期憑空要升出超過30點就得靠他 因為時光龍觸發後等於自帶衝鋒 6滴血翻倍兩次只有24 可是加上一個盾後斬殺線就來到了8432 剛好超過30 除此之外本身也有過牌的能力 前期能夠增加手下年長 保護像是外科醫生李霧龍這種脆弱的小龍 是一張幾乎不會卡手的神來一筆 再來因為星火目前不在標準 所以我猜有新手不知道這是什麼 星火是心靈之火的簡稱 能夠將一個手下的生命值變成攻擊力 相當適配以血量為賣點的手下 也能配合增加血量的卡 星火最常配合的卡就是神聖精神 能夠直接將血量翻倍 是牧師稀缺但強力的爆發手段 兩張卡吸引不離 先上加法再上乘法能最大化傷害 唯一的缺點是無法配合暗幕的條件 所以你在暗幕是看不到這個combo的 接著我們來看背牌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剛剛所說的卡組打法 就會知道這套卡組其實不太適合改動 一改動你的龍可能就會很難觸發 你的怒吸昂可能就會變成廢物 甚至增加湊星火的難度 但只要你相信自己的歐運 這些都不是問題 而且開放的妖魔鬼怪會讓你恨不得多放幾張 首先來看看影響較小的背牌 就是放一些龍替換 比如一廢聚合體 能夠更好的觸發低廢龍 又或者是343的星光誘龍 比聚合體更加穩定一些 因為開放大龍實在太多了 不過...不過... 為什麼還是要放聚合體呢? 這跟卡組曲線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卡組二費實在太弱了 二費龍類只有精靈龍和聚合體 想也知道聚合體更好一些 精靈龍的好處是克制法術結場 可是開放很多職業OTK 根本不理會你這個小龍 面對快攻也幾乎沒差 你星火還不能指定 雖選聚合體而不是星光誘龍 不是沒有原因的 再來才是背牌的重點 挑選合適的針對卡對於開放相當重要 接下來的卡片都只建議放一張取代盾 首先,張鼠和戰恨者可以打政務法和禁國德 雖然一個克罰術、一個克手下 可是對於兩套卡組效果都很好 再來放瑞琳可以克制奇蹟賊奇蹟墓 不過這兩套卡組現在都很少見了 現在開放還有一堆腳本丸圖騰薩和機械賊 真的是多刀不行 而且順的話很麻煩 所以可以外掛一張納魯碎片 這兩套卡組遇到一次沉默基本就沒了 其實相比起更換排隊 我更建議用技術來對付常見卡組 所以讓我們進入下一階段 卡組常見應對 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之前都在打標準 所以開放幾乎沒加薪 一路上幾乎八成都是腳本 只要看到亂碼名字就知道了 然而不要因為是腳本就小看他們 聰明的腳本都會用無腦的快攻卡組 就是圖騰薩和機械賊 兩套卡組的共同優點就是戰場 利用戰場不停滾雪球貫連傷害很高 這同時也是他們的缺點之一 只要你起手留下有利極性能返場的卡 比如破木龍和琥珀幼龍 這些傷害一定要拿來結場 只要有場面的優勢就沒問題 逼不得已也可以丟時光龍來結場 另外兩套卡組其實都有另一個缺點 就是斷資源 完全不考慮後果的ALL IN 我們就可以用資源壓過對手 這兩套雖然多 但打久了都不是問題 開放最強的主流不是他們 而是任務法和暗幕 任務法由於新的星光投影 所以能帶上鸚鵡 更容易湊齊無限開門 時光龍星火一定要扣好 能早破冰箱就早點破 然後可以用時光龍直接規避免疫 再來是暗幕 暗幕和這套龍幕出傷手段是完全不同的 暗幕將直傷推到了頂點 手下幾乎都在推直傷 這時候英雄能力的回血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並且暗幕同樣也有缺資源的問題 這套打下來並不難打 我自己認為這套最大的剋星是禁國德 禁國德是水晶上限機制修改後的新卡組 T5巴奈斯拉加基森過穿排庫 再來利用一堆魔術生出水晶用禁國秒殺 因為這套龍幕更注重手下交換的關係 遇到德魯伊很難比他更快斬殺 O1的話速度還是差不多 可能因為他打不贏法師的冰箱所以並不常見 至於角猴海盜賊據說很強 但是我是真的一把都沒遇到過 總結一下優劣勢對局 這套由於更注重體質 而不是前期爆發和OTK的速度 所以遇到慢速卡組都會特別難受 這裡只得包含有一定解場能力的控制和OTK 建議大家根據環境選擇 影片最後階段 我來分析這套卡組適合誰來玩 因為卡組很便宜 同時還有不少標準和剛退環境的卡 所以推薦給最近打算進入開放的玩家 再來如果你厭倦了暗幕的打法 也可以嘗試這套純樸的卡組 最後如果你是特別喜歡龍的玩家 這套是非常非常稀有的純粹的龍類卡組 也許下個版本就不復存在了要好好珍惜 我終於講完這套卡組了 這套卡組在TEMPO STRATEGY上屬於T1等級的強度 不過實際體驗我並沒有這樣覺得 因為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私心並不推薦上分玩家選擇 速度完全不如暗幕 老實說撇去星火和時光龍不講理的OTK 這套卡組真的有一種純粹的美 而且我真的沒見過歷史上有哪套成名的龍類卡組 有或是哪個職業的龍特別強 而且這套打破了過往對於龍類笨重的印象 還使用了原始的星火斬殺 牧師玩家狂喜 這比什麼暗幕好玩多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你們可不可以在一起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有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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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